诊断高血脂就是需要做我们平常抽血的这个生化检查 我们常规的这种生化检查里面就包括血脂的检查 我们平常抽血这种肝肾宫血脂这些检查 就可以看到血脂的这种情况 就是刚才说到的包括胆固醇 包括高胆固醇血症 包括高肝腰三脂血症 高肝腰三脂血症大于1.7 就是我们说的是高肝腰三脂血症 胆固醇呢我们一般的这个可能化验室的 它的目标值不是完全一样的 有的是3.34是上限 有的可能会更高一些 如果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疾病 我们认为就是超过这种化验上限的 就称这为是他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 但是目标值千万不能是以化验值来定的 高血脂很好诊断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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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